以及国防部委员行副部长 以及各位长官 请林部长 黄伟也好 部长好 我想从早上到现在 我简短的请问几个问题就好 第一个问题 根据总统府的这个发言 提出了四点要求 那这四点要求 可能在明天 应该是明天嘛 明天的午夜 午夜就达成了 那如果72小时内 没有获得菲律宾官方相当回应的话 那我们就要冻结非劳申请 召回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 并且要请菲律宾驻台代表 回到菲律宾妥善处理此事 召回大使是很严肃的 那这个驻菲代表处 作为大使馆已经接获训令 准备什么时候 如果菲律宾官方没有相关回应 我们就要找回 就要回来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跟菲律宾方面 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协商当中 我们的了解就是他们会在明天 会针对我们所提出的四个要求 他们会做出回应 但现在就是说看他回应的那个部分 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个要到明天我们才能做一个 所以目前我们并不可能说 已经说大使馆 我意思是说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对当然 当然如果明天的回应不符合我们要求 包括四项回应没有完全回应 或只回应一两项 或是回应的部分这个内容 不符合 我们会立即做出处置 会立即做出处置 对 好 我相信这个部分 当然是考验政府的危机处理 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一个情绪性的 其实对这个事情 大家都可能会有情绪 但有情绪不见得会有应该要有这个情绪的反应 尤其政府的这个 尤其是政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觉得其实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筹码 外交上的 或者国际上的 有没有这样的筹码 我跟委员报告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 这个到目前我们考虑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波的做法 那后续的部分 我们目前并没有对外 那我们主要去看他明天的回应之后 那我们再来考虑说 我们这个第一波的做法 这个 我这么说吧 会不会排除对菲律宾的盟邦施压 施压的反应 就是我们不排除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 我们事实上也都有做一些演绎啦 这个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对方正面的回应 然后呢我们也要确定说 我们如果执行第一波的这个措施的话 我们也要看对方的回应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 尽全力来 还有一点 那天在媒体上看到您陪同菲律宾驻台代表 白代表 是 这个去到家属那边 然后您就是对于媒体有简体 如果说 事实上这个菲律宾驻台代表 这样子就是算道歉了 是不是 那结果总统府 事后觉得这个菲律宾这样子一个 一个情形 菲律宾政府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道歉 然后总统府也认为说 这样子菲律宾驻台代表的回应 跟他们总统府的回应 事实上是不满 不会令我们满意的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歉 我觉得它是代表 就是 它的政府 不是 它是代表他们在这里的代表处 因为它的代表处是代表菲律宾的政府 所以它所提出来的道歉 当然是对家属的 可是对菲律宾的 这个总统府的副发言人来讲 他们是比较坚持说 要先完成这个调查的过程 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道歉 那我觉得说当然这个时间就差得很多 立场也不太一样 对啊 而且第一线的代表 做出这样的承诺代表国家 那这后面总统府 这个副发言人又做了这样的反应 那是不是有点不一致 还是有点 确实不一致 所以事实上 委员也看到 事实上昨天 他们这个同一位 这个总统府的副发言人 已经做了一些修正 可是现在我们觉得 它这个修正的说法 我们不能够接受 我们认为这个不等同 我们现在向菲律宾提出来的 这个正式道歉 所以昨天的说法 是它已经做了一些 软化的一些说辞 好 我想说这部分 当然了 让我们引以为鉴 就是说 在第一线的外交工作者 跟在这个代表 像是在总统府 或是在自己本国内的 这个其实这部分 可能要有所一致 是 好 我们不希望说 发生在菲律宾 这个政府的这个事情会 将来会出现在我们这边 是 好 那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杨副部长 好 谢谢 我也好 副部长 我想 实际上简单 你好 我想简单 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感觉到起来 感觉起来台湾是一个资安大国 资讯大国 那但是我国 我们的政府的资安 做的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 虽然这次 是由网友 感觉起来是 他们主动发起的一个 所谓的 资讯战会网站的 瘫痪的这个 这个作为 好像我们的政府 政府的网站似乎不是那么样的 的 的 的抢 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觉得 还是您觉得这个部分是 无可避免的 要不然为什么 好像这个 经济部也好 海军署也好 现在是过去也提到 总统府的这个资安的问题 好像也 也也很容易被攻击 我们的网站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 骇客网站的攻击是 随时20小时都在 持续发生的 是的 而且很多次 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个全天后的方式来监控我们这个网站的安全 是 那么就这一次来讲的话 我们在12号早上9点半就发现有这一个全球资金网啊 他的这个无法正常连线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这个 我们防御机制的一个反应 所以这种 这种所谓被 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运作被攻击是无法避免 但是问题是 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恢复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是在很短的时间 就是去查到他的IP的网址 在什么地方 就能够做一些防御的措施 同时也通报相关单位来启动机制来去检查他们个别的网站 所以您觉得其实企业院事实上有时候有资安办公室了 但是以国防部的立场来讲 过标准来看 这样子的一种资安的标准是还合格的吗 还算OK的 我们要不断的去这个检视 来来去检视他的效率 当然因为你是攻击的手段越复杂 越密集的话 我们这种防御或者是这个 counter measure就要更严密才对 所以他就做随时随地的检验 是OK 谢谢部长 谢谢 好